哈喽大家好,我是大营 今天来分享一个鸡蛋的新吃法 首先把鸡蛋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以后,冷水下锅 加入一勺食用盐 再加入一点白醋 这样煮好的鸡蛋更容易包壳 煮好的蛋也会更嫩 水开以后计时五分钟就可以捞出来过凉了 这样做好的鸡蛋非常容易包开 滑滑的嫩嫩的 接下来准备一瓶可乐 直接将它倒入包好的鸡蛋中 刚刚没过鸡蛋就行 再加入一大勺的生抽 拌勺老抽 一点蚝油 几片生姜 一点小米辣 不需要再放盐 直接盖上保鲜膜密封起来 放到冰箱里冷藏一夜的时间 第二天咱们的可乐卤蛋就做好了 颜色非常的漂亮 打开看一看 里面微微带一点糖心的样子 加上一点糖汁 味道超级赞 比茶叶蛋要好吃很多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转发点赞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